今年24岁 我写了首诗 请大家欣赏一下 满腹才华 在胸襟 茫茫人海 无岛寻 千里独行 成名路 万里清空 五彩云 我是王不凡 我与浪子 共传奇 谢谢大家 王贵宽 对 我的艺名叫王不凡 艺名叫什么 王不凡 王不凡 对 刚才你有一首诗 是在说自己吗 是在说自己 除了你自己之外 你有没有听过 别人夸自己的时候 用到了一个词叫 满腹 才华 才华 对 发现我的人还没有出现 他出现之后 就自然夸我了 来 我们考一下 好 首先 这种着装是满腹才华的表现吗 这个不是 这个我只是 就是让大家 对我 看我比较亮一点 看你比较亮一些 为什么不光膀子来呢 光膀子不是太文明了 好 第二个问题 满腹才华 举例说明 一是演员 二是编剧 编剧 对 你编过剧 我自己有那个剧本 你写过剧本 对 你给我说说你的剧本 是讲什么的吧 讲的是 吴明 就是熊马天下 之前就是吴明 他纵腾天下的时候 遇到了恩怨 还有一些情仇 最后是退出江湖了 哇 他就是在那个 出床上江湖的时候 感觉 一百多万本武侠小说 都写过这样的故事啊 我觉得我写出来的剧本 是独一无二的 文字功底怎么样 还可以 诗词歌赋 诗词对我来说不成问题 是吗 对 来 给我背一首 庆元春 庆元春 对 随便一首 庆元春 咱们就毛主义诗词 庆元春学也可以 庆元春长沙也可以 这都是 二叔能详吗 满腹才华 倒一点点出来 满腹才华 我指的不是那些方面 我指的是 对我创作方面 庆元春是什么 这个 我不太了解 有点基础的 文学常识 都不知道的 年轻人 让人如何 幸福他的才华 今天呢 不凡还带来了 一个书单 这书单呢 是他最近 打算创作的 武侠小说 大家看一下啊 有一本书叫 流浪艺人 对对 还有一本书叫 浪子传奇 对 江湖而女情 对 我怎么听着都熟呢 熟吗 但是我觉得 这个内容 绝对是 现在没有的 是现在没有 牛郎之女 这个我收 这个收 是你重新改写的 我准备要去写的 准备要去写的 对对 那你想让牛郎之女 干嘛呢 我觉得让他们团圆 他们团圆啊 一年团圆一次 七夕嘛 对对 除了这个 您的创意在哪里 创意就是在 这里面 还是在这里面 就当我没问 你也没说 好吧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书都是你写 写完了的吗 这里面有我写好的 还有我准备要去写的 写好几本的 四本吧 现在 有人看过吗 除了你自己以外 现在没有人看过 你有没有让这些 以网络小说的方式出现 没有 我觉得这是 如果说 要去拍摄的话 我觉得这一般的大导演 或者是一般的导演 他不会说 把这东西给公开了 然后再去拍 是吧 我给你个建议 就把你把你写成的作品 你发表到七点中文网 盛大文学 这种网站去 看看到底有没有人看 如果没人看的话 让我觉得你可能 对自己有个误解 好 谢谢金波 这是才华之一吧 编剧 是 是吧 才华之二 服装 才华之三是什么 我觉得有那个导演能力 我 四 四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具备 天师人和地利 现在只是缺的投资方 所以 你不是来找工作的 我是来找工作的 你是来圈钱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来找工作的 你找份什么工作啊 影视演员或者编剧 这类的工作 我想就是把自己 好好塑造一下 塑造成什么样 塑造的就是更富有内涵吧 我这样 我想问一下 你都做过些什么 职业 职业 咱说正事啊 正事 做过装卸工 装卸工 对 还有一个市场管理 市场管理是干嘛的 就是负责他们的一个消防一类的 就是你是保安员吧 可以这么说吧 还有什么工作 目前做一些就是服务行业 比如说 兼职厨师 就是西餐 兼职的 西餐还能兼职厨师呢 他们会把一些食品 比如说是现成的食品 就是做好的一些甜点一类的 这些东西 我会再去后厨 穿一些那个 他们的衣服 然后大厅里面 就是说 顾客他们过来吃饭的时候 吃 吃的时候 我会去拿一个就是木板 然后给他们切那个牛肉 这个我经常 切牛肉 对 切牛肉 这个工作叫厨师吗 这个属于兼职厨师 因为我穿的那个衣服 兼职 我就说了兼职 因为你穿的是厨师的衣服 对兼职 又是一个不安分的基层工作者 我们从来 不会去嘲笑一个人的梦想 但是我们愿意在这个舞台上 让更多的人 让他的梦想 真正的照进现实 那个 我刚刚听你描述了这些东西以后 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做任何准备 你不能光说你自己有两个脑海中想象的故事 你写过几篇跟古装有关的一些诗词 或者是写过跟这有关的一些剧本 你就可以去当一个编剧 你就可以当一个演员 你就可以当一个导演 在这三点上 你连一个编剧的助手 甚至是入门级别的人都到达不了 我还是希望你脚踏实地 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 提示 这样 再次明确一下自己的 今天来找什么职业 演员 编剧 演员 编剧 12位 你们能够提供演员编剧 并且认为不凡同学 还在这方面颇为不凡的 继续 如果 你看静波你找什么急 静波你真是 真是 不花钱找工作 来吧 12位 选择的机会 请选择 谢谢 老板群里真有格色的 有一个人留了下来 你就要向他证明 天生我有财 你去哪里 去那个天生我有财 我拿剑 还有剑呢 对对 来 好好好 来 不着急 不着急 吓死我 吓坏了 现在 第一轮完了之后 只有太阳雨留了下来 陈如华 陈如华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 也许陈如华在看到不凡的时候 想到了自己年轻时代的坎坷经历 下面要展示什么才华 舞剑 小小的舞一下 谢谢你 好不好 这样的一个天生我有财的展示 我们虽然是一个实业的公司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艺术团 就是说除了你有那些编剧这方面的想法以外 因为我们的艺术团啊 他在全国要进行表演的 那你在舞台上 除了你刚才那个剑实在舞的不怎么样 还有什么其他的技能没有 能够表演给我们比较底下的消费者看的这种技能 这个没有了 现在只有陈如华留了下来 陈如华说他们的艺术团可能有职位 但是贵宽刚才讲到 除了刚才的舞剑之外 没有其他的表演技能 那么陈如华会继续还是离开呢 如果陈如华继续留了下来 主动权将会转移到王贵宽手中 如华选择 很简单了 最后一件事情 谈前不上感情 我们提供的是 台阳语艺术团的一个工作 什么工作 台上的表演也有这种 台下的策划这种导演编剧的这种工作 底薪是1500块 然后加上每场演出 它有一个提成 这样一个状况 一场的话提成有多少 可以这样说吧 每场的提成大概 有的在城市里面可能100块 在这个县城里面是80块 有可能会在乡镇里是50块 王贵宽 15秒钟的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接受还是谢谢 再见 谢谢 为什么会谢谢 再见 我觉得我应该有自己的主见 也许就是在座的各位 感觉就是我 可能是个很搞笑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走下去 我觉得我会成功的 好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非常好 但是还是那句话